路上一輛紅色轎車 突然車頭往左偏 下一秒往前暴衝 撞上菜市場攤販 當時人潮相當多 不少人都被嚇到 愣在原地 沒過幾秒鐘 車子竟然冒出大量白煙 一大團煙霧瞬間瀰漫在空中 紅色的引擎蓋被撞到掀起來 車頭嚴重變形毀損 當時還有民眾 差一點就被撞上 人很多都在坐在那邊做生意 好好沒撞到人 抱小孩坐在那邊 趕快上過來 不然就撞到了 那個椅子你看 坐著椅子暖暖暖 不只一旁民眾被嚇到 連駕駛自己也驚魂未定 你是怎麼來撞下去 爆衝 剛才起步就爆衝 人這麼多 對 所以我很緊張 我一直看殺也殺不住 我自己也怕 嚇到 事情就發生在 新北中和區景溪街的 傳統菜市場 三號上午九點多 當時七四歲的趙姓駕駛 開車從新年安康的住家出發 要到菜市場買菜 先是在停車場 外面排隊要停車 沒想要一起步 車輛突然失控 往前爆衝 不僅撞毀水果炭 造成炭傷損失兩萬元 還有一旁住家的大門也被撞毀 煞車也殺不住 都有煞車狠 我根本殺不住 而當時輪胎空轉燒胎 才會竄出大量白煙 幸好沒有期貨燃燒 也沒有人員受傷 遠景趕緊到場 疏導交通 並對駕駛實施酒測值為零 沒想要只是出門買菜 竟然發生這驚悚車禍 是否是車輛的問題 還是人為的因素 目前還要再釐清 鐵畢業新聞施情人陳阿彤 新北採訪報導